下面我们讲解酷饮用和Import 首先一起来看一下Turtle蟒蛇绘制的实力代码 我们发现这段代码很有趣 除了最开始使用Import Turtle之外 其中的很多代码都包含Turtle.这样的方式 我们说它是A.B的编码风格 这里边需要进一步理解酷饮用的概念 它是扩充Python程序功能的一种方式 具体来说我们使用Import保留字来完成酷的饮用 在编写代码时使用A.B的编码风格 具体方法是Import酷名 在使用函数的时候 用酷名.函数名 括号加上函数参数来调用相关功能 这里边再来回顾一下 这段代码中最开始我们引入Turtle库 Import Turtle 之后所有的地方都会有Turtle.这种方式 使用Turtle库中的函数完成相关的功能 可能有说这么多的Turtle写起来很麻烦 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呢 其实是有的 我们可以使用From和Import两个保留字来共同实现对酷的饮用 具体方式是From库名 Import具体的某一个函数名 或者Import的星 那么使用这种方式之后 在调用函数的过程中 就不需要再加库名点的形式 直接使用函数名加函数参数 来去完成库的使用 下面我们对拍摄网上绘制代码 作为一个改造 左边使用传统的Import的Turtle方式 右边使用保留字 FromTurtle Import的星 我们发现在右侧的代码中 已经不存在Turtle点的使用风格 对于Turtle中的已有函数 我们直接使用函数名字 就可以完成相关功能 这时可能有同学会问 老师这么好的方法 为什么不早说 一定要用ImportTurtle的方式 让我们调用呢 我们对这两种方法做一个比较 其实呢 这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比如ImportTurtle Import库名这样的方式 在使用的时候 使用库名点函数名 那么库名点函数名 它加起来 是新程序中的函数名 如果我们使用 From库名 Import的星 那么使用库中的函数 的这个函数名 在程序中 就是独立的函数名 这里边我们会带来 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使用 Import库名这种方式 也就是第一种方法 它就不会出现 函数重名的问题 因为库名点函数名 也就是A.B的这种形式 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名字 而如果使用 From库名 Import星的第二种方式 那么库中的 某一个函数名称 可能会与程序中的 用户自定义的 一个函数名称一致 那么函数的名字 就会发生冲突 函数名字冲突 会带来程序运行的不一致 所以如果你的程序很短 只使用了这个库 也没有自己定义的函数 可以使用From库名 Import星的形式 如果你的程序中 Import到了很多库 又担心这些库的名字 之间会有冲突 那么就使用 Import库名 那会不会有一种 其他方式呢 我们将这两种方式 通盘考虑 可以使用Import 加I字保留字 来形成新的库引用方法 据起来说 我们可以Import库名 I字一个库别名 也就是说将库名 形成了一个别名 简单说吧 就是给库起个小名 用这个小名来去调用函数 那么在使用过程中 使用库别名.函数名 也构成了一个程序中的 独立名字 给调用的外部库 关联一个更短 更适合自己的名字 对编写程序来讲 会带来很多的便利 比如我们将 Python网组绘制的代码 经过Import Turtle St的一个变换 将Turtle的名字 改换一个小名 叫T 那么所有编写代码过程中 只要用T点就可以调用 Turtle库中的函数 这种方式我们冗余的代码量最少 同时又防止了库重名的问题 所以这个方法很好 也建议大家在后续的编程中 利用这种方式来去引入和调用 库的其中的函数 下面我们来介绍 Turtle画笔控制函数 我们以Python网组绘制为例 其中有四行代码 使用了与画笔控制相关的函数功能 分别是PanUp PanDown PanSize 和PanColor 这里边我们将海归 想象为画笔 海归是个形象图案 画笔是一个抽象图案 那么画笔控制函数 是控制海归 或者控制画笔的一种方式函数 画笔操作后一直有效 我们一般成对出现 这里指的是Turtle的PanUp和PanDown TurtlePanUp 别名Turtle.PU 也就是将PanUp的Pan和Up 首字母缩写 它表示将画笔抬起 相当于海归在飞行 画笔抬起的时候 画笔或者海归运行的轨迹 不在画布上形成图案 Turtle.PanDown 别名是PD 指画笔落下 让海归再爬行 所以我们说画笔操作 是程度出现 你不能让海归 只在天上飞 那么并不行成 绘图图形 这是不行的 所以要让它降下来 一般来讲 我们需要PanUp 让海归飞到某一个位置 再PanDown 再去从那个位置开始绘图 PanSize呢 顾名思义 它是用来设置画笔宽度的 这个画笔宽度 相当于海归的腰尾 也可以使用Turtle.Wise 直接设置海归的腰尾 这里边说的是别名 别名跟函数名之间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它们两个功能完全一样 只是名字不同 名字不同 功能一样 只是让大家编写程序更加方便 这是Turtle库提供的一些 冗余性的函数 Turtle.PanColor 是修改画笔颜色的函数 相当于给海归涂了一层装备 其中参数Color 表示色彩 那么它可以通过字不串 或者RGB值来赋予海归颜色 PanColor中的Color有三种具体形式 第一种是颜色字不串 我们可以使用Turtle.PanColor 比如Purple 将海归的涂装改成紫色 这里面希望大家注意 其中的参数Purple 是字符串形式 而且要用小写 此外我们可以使用RGB的小数值 向画笔赋予颜色 使用Turtle.PanColor 直接给出RGB的三个通道的数值 用逗号分开 0.63 0.13 0.94 是紫色 也可以使用RGB的圆组值 圆组值指的是将小数值或整数值 形成一个独立的元素 比如0.63 0.13 0.94 外围加一个括号 它就是一种圆组类型 具体圆组类型 我们将在后续的教学内容中 来进一步的讲解 这里面大家记住 这样的使用方式就可以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画笔控制函数 在Python 绒组织中 首先我们将海归抬起 后来又落下 那么中间我们让它 做了一个小小的运动 然后将它的腰围改为25个像素 使得它变得很胖 将它的涂装改为紫色 那么为我们绘制Python 绒蛇 就打好了画笔的基础 这里边同学们需要理解 Pan Up Pan Down Pan Size 以及Pan Color 等四个函数的基本使用 下面我们讲解 Turtle运动控制函数 在Python 绒蛇绘制实例中 有这么几行代码 其中涉及到了运动控制函数 主要有FD函数和Circle函数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运动控制函数 到底能对海归做什么 运动控制函数 能够控制海归行进方向 包括让海归走直线 或者走曲线 最常用的函数是 Turtle.Forward 它也叫Turtle.FD 它使海归向前行进 即海归走直线 其中有一个参数D 表示行进距离 具体呢 行进距离单位是像素 如果D是负数 那么海归是倒退着在行进的 另外一个控制海归行进的函数 叫Turtle.Circle 它有两个参数 R和Extend 它的含义是根据半径R 绘制一个Extend角度的弧形 简单说 第一个参数R是半径 第二个参数是绘制的弧度 其中R是海归行进曲线的半径 那么它的圆心在哪里呢 默认情况下 圆心在海归左侧R距离的位置上 想象一只小海归在向前进 那么它想走曲线的时候 它的圆心在左手侧距离为R的地方 然后开始以弧形运动 至于在弧形运动中 绘制多少的角度 是由第二个参数来控制的 我们举两个例子 Total.circle100 指的是在海归当前位置上 以100像素为半径 绘制一个圆形 由于没有给出第二个参数 默认情况下绘制整个圆形 另外我们给出一个例子 Total.circle-190 我们说默认情况下 它的圆心在海归左侧 半径为R的地方 如果半径是负数 那么圆心就在它的右侧 半径绝对值的地方 所以此时海归将向它的右侧 半径为R的方位 为圆心进行曲线运动 第二个参数90 表明绘制的弧度是90度 因此形成四分之一个弧形 这就是海归运动控制函数 走直线FD 走曲线Circle 掌握了这两个函数 再看Python网合绘制的代码 是不是很多行都很清楚了呢 下面我们介绍 Turtle方向控制函数 在Python网合绘制的实例中 有一行代码 与控制海归运行方向有关系 那么其中涉及到函数 叫SetH 下面我们看一下 方向控制函数 它用来控制海归面对的方向 包含绝对角度和海归角度 两套体系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函数 是Turtle.Site Heading 也叫SetH 它能够改变行进方向 让海归转向 其中有一个参数 Angle 指的是 将海归当前的方向 改变为某一个绝对的角度 比如在原点的海归 我们使用TurtleStateH45 表明将海归的方向 转向为绝对坐标系中的 45度方向 如果代码设为Turtle.SiteH Turtle.SiteH-135 我们将海归的方向 转换为绝对坐标下的 -135度方向 除了绝对角度 Turtle提供了 在海归视角下的 转向的方法 分别使用函数Turtle.Left 让海归向左转 Turtle.Right 让海归向右转 其中的参数Angle 指的是 在左转或右转的方向上 旋转的角度 那么在Python 网上绘制中 我们没有使用Left或者Right 但是在Turtle绘图中 Left和Right是非常常用的 转向方法 这里边我们需要注意 方向控制函数 只改变海归的行进方向 并不实际在绘图上 让海归行动 如果希望海归行动 需要使用运动控制函数 让海归走直线 或者走曲线 好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Python网车绘制的程序 其中的这行代码 SightH-40 我们知道 这行代码的作用是 将海归的方向 指向为坐标系中 绝对-40度的方向 下面我们介绍 循环语句与认知函数 在Python网车绘制代码中 有三行代码 涉及到了一个 Full-in的结构 这就是循环结构 并且涉及到一个函数Range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循环语句 指按一定次数 循环执行的一组语句 其最常用的一种表示方式 是使用保留字 Full-in来实现 大家可以认为 这是一种固定搭配 Full变量 In-range Range的参数 就是循环的次数 其中 Full-in这行代码的 之后锁进的代码 将被循环执行 其中 Full-in之间的变量 表示每次循环的计数 如果Range后面的次数 是固定的 那么变量 就是0到次数减1 我们一起看一下 一些例子 我们可以使用 Full-I-in-range-5 Print-I 我们发现 打印出来的是 01234 首先Full-I-in-range-5 中的Full-in 形成了循环语句 那么Range-5中的5 是循环5次 在每循环一次的时候 I值从0开始 计数 逐渐加1 所以打印出来的效果 就是由0到4 这样的5个字不串 更进一步呢 我们可以Print 修改一下 将它改为 Hello 逗号I-in-range-i 我们就能够出 hello0到hello4 帽号和数字之间 有了一个空格 这就是Print中间加 逗号的作用 那么这两个例子 除了理解 Print这个逗号输出之外 更主要的是 掌握Full-I-in-range的 循环使用方法 这里面 这里面涉及到Range函数 它是做什么呢 实际上Range函数是一个产生循环技术序列的函数 它有两种常用用法 一种是Range-N 它能够产生从0到N-1的整数序列 简单说 产生N个数 第一个数是0 最后一个数是N-1 所以如果我们用Range-5 那么它就会产生 0、1、2、3、4 这样五个整数 Range的第二个什么方法是Range-M-N 我们要记住Range是个函数 我们对函数赋予参数的时候 要用豆号分隔 所以是M-N 那么它产生 从M开始到N-1的整数序列 共N-M个 比如Range-2到5 那么产生的是从2开始 不到5的整数序列 2、3、4 这是Range函数的基本作用 其实在Python基本语法体系中 Range函数的最主要作用 是跟4、in搭配 形成技术循环 所以同学们对这个函数 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Python 蟒蛇绘制的代码 其中我们知道了 4、in、Range形成的循环结构 以及Range函数的两种使用方法 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Python 蟒蛇绘制实力的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代码 我们从第一行开始到最后一堂 主行来了解一下如何能够绘制出Python 蟒蛇 首先 硬泡Turtle 我们引入了海归绘图体系 使用SETAP函数来设定的一个窗体 窗体的大小是宽度为650像素 高为350像素 它的位置的左上角的坐标是200-200 说明当前窗体与当前屏幕的位置 是在距离当前屏幕左上角 200-200的像素的地方 第三行代码 我们将画笔抬起 第四行 FD-250 让海归倒退向后行进250个像素 由于当前海归的画笔提起 即海归在飞行 所以画布上不留下任何的效果 之后攀档将海归落下 相当于什么呢 这几行代码我们将海归 由绘图中心的圆点 变成了在图像中 左侧的某一个位置上 之后 我们开始对海归的尺寸进行设计 通过调整它的腰围 设定当前的画笔宽度为25个像素 画笔颜色为Purple 同时将海归方向改为绝对的-40度方向 准备启动绘制排三蟒蛇 那么上述这些代码 对绘制蟒蛇做了很重要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三行代码是一个循环 那么循环体中用了色合函数 就让海归走曲线 它使用40像素为半径 绘制80度的弧度 那么绘了80度之后 我们又以反向40度为半径 绘制80度 那么形成了海归的绘制之后的一个路径 那么它形成了Python的蟒蛇的一个关节 经过四式循环 我们绘制了蟒蛇的四个身体部分 进一步我们让小海归按照四式像素的半径 40度的方式绘制少半个弧形 进而向前行进40度 构成了Python蟒蛇的脖子部分 最后我们采用半圆形和继续向前进的一个直线 绘制整个Python的蟒蛇的头部 代码的最后呢 我们用到了turtle.dan函数 这个函数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是一个文件式描写方法 写了turtle.dan作为整个turtle绘制的最后一部分 那么程序运行之后 程序不会退出 需要手工关闭窗体退出 如果我们希望程序运行之后自动退出 我们把最后一项代码去掉即可 好了 这就是整个Python蟒蛇绘制的代码 同学们是不是理解清楚了呢